大家好,8月28日第四部视频 个人破产法终于要实施了 这个26号深圳第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44次会议表结通过了七项重要法规 这个其中有一项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它呢,限定了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是第一,是居住在深圳特区的 且参加深圳社保连续满三年的 二,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符合两个条件就可以申请个人破产 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和解或者是重整 就是,这个呢,首先它限定是在深圳 它限定在深圳,这是第一步 中国好多事情它都是开始试点 这个可以当做以后全国进行这个破产的一种先行吧 有一就有二嘛,这个只要深圳实行可以 那全国就会推广 破产呢,之后呢,肯定是还有一些限制 比方说它规定了三年之内要接受考察 不能高消费,什么坐飞机啊,坐极等舱啊 不能这个花天酒地去行机宾馆了 不能买房啊,买车啊 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关键是这个法律的出台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啊,中国有大量的人员 观念已经转变 一个是提前消费 一个是这个用于生产经营或者是投资 投资楼市啊,或者投资股市啊,债券啊 或者是做生意啊 或者是你比方说 提前这个高消费买了房子啊 或者是分期买了高档家电啊 这些旅游啊,这些东西 过去的中国人都是存钱 现在呢,观念有所转变 中国人也开始提前消费了 同时呢,谁不想好好呢 谁不想多挣钱呢 有可能会投资 出现这种失误 以前没有这种个人破产 造成了这出现债务之后呢 没法出清 一个人有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破产 破产之后呢 只该,比方说,该个十来万 欠个十来万 但是呢 还不起,还不起,账就一直挂着 随着利息越来越多 他不断的奋斗 他不断的工作 但是,所得呢 根本还不了这个利息 连利息都还不了 这债务越滚越大 造成这个人终身负债 一生就毁了 没有前途了 同时呢,还有可能就是 这个,因为这个债权人的追债 无论是银行也好 还是这个,盲贷 甚至是高利贷 或者是私人欠款 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法治不那么健全 很多人采取了非法的手段来催债 对这个债务人 身心心理 这个,生活 工作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和不便 有一些非法的 恶意的 暴力的追债 甚至 导致这个欠债人 受到伤害 还有可能是出现了这种死亡 或者是 很多刑事案件 这种情况都很多 这个 破产法呢 以前只是对企业有 好像 一直忽略 免事个人这一块 好像欠了债呢 你就得还 甚至出现了什么 所谓的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 我记得以前还做过一期节目 就叫,什么叫天经地义 哪有这么多天经地义 没有天经地义 要按法办事 法律现在补上这一块了 以后就不要有天经地义了 有破产法了 有了破产法 对个人的一种宽容 让大家有第二次机会 可以重新创业 重新生活 同时呢 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种促进 否则大量的人员欠债 还没有解决 对社会安定 社会经济运转 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比方上很简单的 好多人坐不了高铁了 好多人成为实行人了 那以后这个高铁的票 都卖不出去 飞机票都卖不出去 旅游都没有人去 这种现象也越演越烈 现在个人破产法的推出 还可以让这个个人 除了这个有一次出清的机会之外 也可以 保护这个个人创业的这种积极性 让大家能够有这种 无这种后顾之忧 记得特朗普总统 就曾经个人破产过三伙 他还有机会继续当总统 要在中国早成老奈了 其他的很多企业家 著名的企业家 包括马斯克 还有这个 可能小渣都有这种情况 都出现过破产 很正常的 再有一点呢 也是对这种恶意放贷的一种约束 很多恶意放贷的 不能说恶意 开始放贷人 放贷人吧 不能都说恶意放贷 放贷人 他只要放出贷去 他就能收回 你收不回就有各种方式 甚至违法的方式来收 只要债在这 他不灭 他总会有理由 他甚至有一些恶意的 包括银行也会恶意 他希望信用卡欠贷人 出现逾期 这样他可以收罚息 这更不要说P2P和高利贷了 你就还不上 才好呢 还不上就不断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 绞杀你 缠绕你 不断的压榨你 一生为他为奴 除非你消失 死亡 或者是豁出去了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钱 都会用于给他还债 这成为了一种暴力的行业 一种犯罪 就是犯罪 有了这个个人破产呢 有了法律的保护 就会打击这种恶意放贷 不负责任放贷的这种犯罪冲动 这点非常重要 欢迎热烈欢迎 这个个人破产法的出台 希望这个大量挣扎在这个债务边缘的人们 能够解脱 好了 聊到这儿 哦对 补充一下 这个好像是在明年三月份开始实行 希望全国早日退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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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